带您关注国际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国务院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 针对了双边区域跟全球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会中重申维持印太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双方也针对了乌俄战争、北韩问题及中东局势等区域跟国际议题进行讨论 布林肯也强调维护和捍卫红海航行权利跟自由的重要 避免进一步升级 双方都认为保持美中沟通管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